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范思义 我目前是在香港 日前香港的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虽有好转 但仍然十分严峻 4月2号,也就是昨天 香港特区政府向全港的约300户家庭 提供免费的抗疫服务包 那么这份服务包里到底有什么内容 又是怎样被派发到基层市民的手中了呢 下面就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那么小新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葵清区的区域员郭芙蓉 芙蓉姐你好,今天很辛苦 那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防疫抗疫包里到底有哪些内容吗 这个就是政府派发给市民的防疫服务包 那里面就是会有一包50个的发速测试包 那就希望可以给到一些居民 那就可以做到应检进检 在每天可以在家做发速测试 那尽快可能找到一些的隐成的传播者 那就截断社会上面的传播链 可以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那这样 那还有这个两盒的莲花清温胶囊 那就希望可以是帮到一些有需要的居民 那还有就是N95的口罩都有两包的 那另外最后呢还有两张纸 那一张就是一些防疫资讯站 政府的防疫资讯给大家 还有呢是由这个特区政府发给大家的一个心意卡 那就知道其实大家在抗疫期间呢 都是面对到很多的困难啦 那希望呢都可以帮大家打打气加加油 一起呢齐心协力去战胜疫情 我们动员呢大概几百个 六百多个我们区域的社区的义工人员 帮我们来包装了23万包 这个服务包 那么昨天开始呢就进入这个第二个阶段 就是派发 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个人 主力是香港政府的资源 跟我们区中医工团一起大概五六十个人 为什么我们来选择这些东西 因为里面都是汤房比较多 就基层的老百姓比较多 你好你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防疫包 这个派出 铁纱包里面 还有口袋 记住这个礼拜五五六日 四月八号九十号 大家一起呢就每日都检测 生日成城 成年抗疫 耶 小新身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的 环境局局长黄景欣 那么今天也参与了我们这个 物资派发的工作 那么黄局长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这次您参与这个活动有什么感想 大家早晨 今次呢是我们政府同事 和义工一起呢是同心抗疫的 那么呢今天呢去到一些的单栋楼 特别是基层市民多的 派发这个防疫包 里面呢有一个快速检测套装啦 也都有口罩 呼吁大家 来近的五六日 就是四月八号九十号 全民一起呢是志愿 是快速检测 是能够希望呢早发现 感染的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计划 我手中这款抗疫服务包 将从四月二号起到四月八号 向全港市民进行派放 也将从四月八号起 香港的快速自策将全面展开 相信通过各种防疫措施的落地 香港也将尽快走出意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